4月12日 玛丽在中国电影《大数据荣誉之夜》 凭借第20条斩获年度女演员殊荣 发言时却意外掀起波澜 她自嘲是不太会自我推销的实力派中年女演员 并戏称自己这个小透明 这番话让人联想到第20条宣传时的波折 原本玛丽作为主角应是宣传焦点 但特别出演的赵丽颖凭借强大营销手段多次上热搜 导致观众误以为影片是悲情题材 影响票房 后来片方调整宣传方向才挽回局面 玛丽在获奖感言中感谢了导演和合作伙伴 却为提及赵丽颖引发网友热议 网友猜测玛丽话中有嫌外之音 认为她可能在暗示赵丽颖更喜欢炒作 赵丽颖粉丝对此不满 但也有人理解玛丽只是调侃自己不擅长宣传 无论如何这场争议为荣誉之夜增添的话题 作为演员 玛丽和赵丽颖各有才华和魅力 我们应关注她们的作品质量和表演风格 而非表面热度和流量 最后也希望她们能继续为大家来更多优秀作品 用实力证明自己吧 对此你怎么看呢